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声地读一读它的名字吧 蜘蛛 今天我们就要学一个跟蜘蛛有关的故事 请大家齐读课题 蜘蛛开店 预学了吗 有没有用上我们的预学方法 标一标 圈一圈 读一读 听听这几位同学的汇报吧 通过预学我标出了 课文共有十一个自然段 我根据课后的写字表 在文中圈出的字词是 决定 相辨 东复的呼 中鱼的中 吃完的完 患乐的患 清晰的期 我来补充 我通过课后的十字表 在文中圈出的字词是 蹲在的蹲 寂寞 口罩的照 编织的编 顾客的顾 腹 长颈鹿的颈 袜子的袜 匆忙的冲 蜈蚣 你们的预学方法可真好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用上这样的方式来预学 生词新词都会了吗 我们一起来共学 把词语从文章中请出来 一起来读一读吧 看看写字表中的词语 请你读一读 商店 决定 功夫 终于 完成 交换 星期 十字表里的词语肯定也难不倒你 读一读吧 蹲在 寂寞 口罩 编织 顾客 付钱 巴子 匆忙 蜈蚣 长颈鹿 同学们 你们了解蜘蛛吗 蜘蛛有什么本领呢 蜘蛛最强的本领就是吐司 织网 原来蜘蛛会编织呀 蜘蛛吐司来编织 所以这两个汉字都是绞丝旁 那他有可能开一家跟编织有关的商店 来 读一读 编织商店 在蜘蛛开的这家商店中会卖哪些东西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文吧 请你编读 编用横线批注出来 蜘蛛卖了哪些东西 你批注好了吗 听听他的分享 我用横线画出了卖口罩 卖围巾 卖袜子 把这些商品请出来读一读 口罩 卖围巾 卖围巾 袜子 口罩 编织店 每位顾客只需付一元钱 这些商品都卖给了谁呢 我们继续批注 在批注前我们来看看袜子的袜 它呀是一字旁 那么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见到过这些词语呢 读一读吧 被子 衬衫 裙子 裤子 裤子 看来一字旁都跟衣服有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批注 用圆圈批注出卖给了谁 我用圆圈圈出了河马 长颈鹿 蜈蚣 把这三个小动物请出来 跟着老师读一读它的名字 河马 长颈鹿 蜈蚣 结合图片我们来识字 你们看 长颈鹿 颈是后鼻音 我们一定要读准确 颈就是脖子 你们看 长颈鹿的脖子 再来看看蜈蚣 一条大虫子 所以它是虫子旁 那它织这些东西用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再去文中找一找 用波浪线批注出来 它织了多久 我用波浪线画出了一整天 一个星期 匆忙跑回网上 这些都是蜘蛛下的功夫 快来读一读吧 一整天 一个星期 匆忙跑回网上 西 左右结构 左边是一个其实的旗 右边是一个月字 我们来看看 匆这个字 你们看这个字 在小传的书写中 下半部分像是一个心脏的形状 那就说明 匆这个字 跟我们的心理活动有关系 上半部分像是一个正在冒着烟的烟囱 那就表示这个人心里非常的着急 来读读这两个词语感受一下吧 匆忙急匆匆 生字新词都已经读完了 长句子肯定也难不倒你 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 有一只蜘蛛 每天蹲在网上 等着小飞虫落在上面 好寂寞 好无聊啊 同学们 试着做一个蹲的动作 那小蜘蛛是如何蹲的呢 蜘蛛的蹲就是趴在蜘蛛网上 快来瞧一瞧 这位同学呀 做了一个蜘蛛蹲的动作 同学们 什么是寂寞呢 看这个字 它们两个字都是宝盖头上下结构 宝盖头就像是家 在家里面寂静 没有声音 也没有人陪你 你就会感到很寂寞 那在生活中 你有感到寂寞的时候吗 老师 尽管肺炎疫情期间 我不能出门 更不能去学校 没有小朋友和我一起玩 我感到很寂寞 结合生活 我们就能够理解词语 那带着我们的理解 再来读一读这句话吧 有一只蜘蛛 每天蹲在网上 等着小飞虫落在上面 好寂寞 好无聊啊 你们读得可真好 刚刚我们在文中 批准出来了这些词语 那你能不能试着 把这些词语送回表格中 读一读 摆一摆 说一说 大家好 刚刚我们找到了这些词语 我们一起来摆一摆吧 蜘蛛先卖口罩 顾客是河马 蜘蛛织了一整天的功夫 接着 蜘蛛卖围巾 长颈鹿来了 这次蜘蛛 足足吃了一个星期 才吃好 后来蜘蛛又卖袜子 这次竟然来了一只蜈蜈 蜘蛛吓得赶紧跑回了网上 杨阳同学 你可真了不起 你不仅把词语读得很准确 而且摆一摆 说一说 就把这个故事讲清楚了 那就让我们带着这些词语 再结合这幅插图 去读一读 蜘蛛卖口罩的情节吧 在学习课文之前 我们先要认真朗读课文 来读一读这三个自然段吧 蜘蛛决定开一家商店 卖什么呢 就卖口罩吧 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 于是蜘蛛在一间小木屋外面 挂了一个招牌 上面写着 口罩编织店 每位顾客只支付一元钱 顾客来了 是一只河马 河马嘴巴那么大 口罩好难支啊 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 终于支完了 你能把课文读得正确 流利 同学们 在文中找一找 蜘蛛为什么要卖口罩呢 就卖口罩吧 因为口罩织起来很简单 那蜘蛛的招牌上写了什么呢 口罩编织店 每位过客只需付一元钱 支口罩真的很简单吗 苏老师给大家提供了一条小资料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河马的嘴巴到底有多大 河马是世界上嘴巴最大的动物 当它们完全张开嘴巴 在上下额之间 能站得下一个一米多高的孩子 有时候把一个成年人吞下去 都毫不费力气 看完这个小视频 再想一想 蜘蛛刚刚的想法和做法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蜘蛛一开始觉得 织口罩很简单 但是看到河马后 他肯定觉得 织口罩一点也不简单了 要给那么大的嘴巴织口罩 好难织啊 而且 他的招牌上还写着 每位顾客只需付一元钱 他的想法太简单了 做事之前 根本没有好好的 思考各种可能性 那个口罩有多难织呀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蜘蛛是如何织口罩的 河马嘴巴那么大 口罩好难织啊 蜘蛛用了一整天的功夫 终于织完了 你读的可真好 小虫子飞过来 多寂寞 多无聊啊 他决定开一家商店 可是 卖什么呢 就卖口罩吧 因为口罩 吃起来很简单 于是 他在招牌上写着 口罩 编吃店 每位顾客只需一元钱 第二天 顾客来了 顾客 竟是一个嘴巴 特别大的河马 蜘蛛想 得累死我呀 蜘蛛 费了一整天的功夫 才把那个口罩给吃完 蜘蛛想了想说 哎 明天还是卖围巾吧 因为围巾 织起来很简单 按照这样的顺序 用上这些关键词 我们就能把这个故事 讲得更具体 那 生字新词 已经学完了 我们也能够把 蜘蛛卖口罩的情节 讲具体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看 本节课 要求掌握的 生字吧 看看这些生字 你能给它 分类吗 你分对了吗 蜘蛛决定 开一家商店 那这节课 我们就先来写一写 商店 决定 还记得 我们的写字小口诀吗 一看结构 二看站格 三看笔顺 同时 我们还要注意 写字姿势 和握笔姿势 大家好 今天我来做写字小老师 我们先来看商店 商是上下结构的字 先写点 第二笔 横 稍长 点 撇 站中央 有屋 没有门 里面 八口人 这样就写好了商 你记住了吗 我们来看电字 电是斑包围结构的字 点 横 横 撇 竖 横 竖 横折 横 八笔写成垫 接下来我们写决定 决是左右结构 左窄 左窄 右宽 写的时候要注意 那手笔与撇持平 定字 定字是上下结构 宝盖头 下步第二笔 树 在树中线上 八笔 写成 一个 定 希望每位同学 都能练一首漂亮的汉字 蜘蛛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换招牌 带着你的思考 课后继续阅读 下节课我们再来分享 老头 老头 小anch 婆 母 女 pańs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